我今天在台儿庄来看一下 有一个家门养鱼的一个鱼场 你给我妈送一个原来是个借口 你的目的是来买鱼的 不是的 主要是来送信 就是顺便扫两条鱼回去 我也第一次来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你看 这我们家里的红红柜看到没有 它的好看啊 50一条 买两条金色的柜人 这个就是金柜啊 对 它是金黄色的鱼 这不和金鱼的一样吗 对 跟金鱼的颜色差不多 这多少钱一条 老板 一千 一千块钱 主头 一千 我的天 你一条鱼你总一千两条 你还说十块啊 吓死人了 老板给我剩便宜点啊 我自己带回去啊 没有水泡 便宜的 对 就是整个市面上 就剩这些鱼了 那是单贵吗 对 老板人太好了 怕我的鱼回家挨饿 给我捞点耳鱼 这耳料不用这么多啊 这么咪啊 他怕我的鱼回家来饿 太软轻了老板 一天有点猫没手在活 没有 你快管了 你看多老人多软轻 对 你看我叫我们家拿着多软轻 好 走啊 走 再见 拜拜 拜拜 啊 我可听了 你给他一条鱼鱼好像一千啊 人家一头足都一千块钱 一直养一千块钱 你整两条鱼 花两千 爱好你知道吗 一条金龙鱼不得三万吗 而且还要天天加热 我这个鱼不用加热 就冷水就可以了 好吗 赵你高兴就行 走 舒淡了 舒淡了 可高兴了 嗯 真是的 这好东西了 赵老板 哎 哎 抓住你 你把头擦里干什么 看你不能动手啊 进去了吗 赵老板 扣坏了哈 赵老板 扣坏了 哎 扣坏了 赵老板 你别给我扣坏了 漏气了 扣哪个 都扣坏了 都扣坏了哈 给我抢哈 我要扣坏给我抢一个 我跟你说 到了 正宜 不能切打了 有毒 哎呦 压死够了 他只能看他说够不着 这个时候打了 哎呀 傻子 家中生有谁吧 到了 你晚上可不能把他们捞出来哈